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開箱時間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什麼 是這個 紅米Note 8 Pro 那我們現在趕快來開箱吧 好 我們現在把盒子打開來 然後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他附的保護殼跟說明書 他的保護殼還有一些這個說明書 他的這個保護殼 他附的這個保護殼應該算是最基本的那一種 沒有說到 到說很好啦 就是一個保護殼 保護套而已 綁車下火花應該算是還好 那我們先把它收起來 先把它收起來 接下來就是他的這個 手機的本體 這是他的手機的本體 他的手機的本體 他的手機的本體 這是他的正面 然後呢 這是他的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清楚 我買的這個是藍色的 藍色的 應該還蠻清楚的 然後放旁邊 然後裡面呢 就是他的這個配件 就是他的這個充電頭 還有他的Type-C的這個插頭線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趕快把它開機吧 我們現在已經開機了 開完機之後呢 他這個這個正面的屏幕呢 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這個 這邊是這個Type-C的插孔 然後3.5mm的這個耳機的接孔 然後這個是應該是他的喇叭 正面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前鏡頭 前鏡頭 然後再來看他的正面 他的背面 背面 然後有一顆鏡頭 兩個鏡頭 三顆鏡頭 指紋辨識 閃光燈 他這個是藍色的 正面 然後他這個手機 他整個螢幕 整個正面的螢幕 整個都是正面都是螢幕 然後這個看起來相當的漂亮 然後看起來相當的舒服 不會不會 不會覺得很難過 看起來不會覺得不舒服啊 看起來很好 很好用 這樣子 這還不錯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6400萬畫素的這個照相功能 他這邊有一個64M 按下去之後 然後 按下去 就變拍照了 拍照就是這個6400萬 然後你可以給他一直放大 放大 看可以給他放那麼大 這個就是6400萬畫素的這個拍照功能 拍出來的照片就是可以放那麼大 很恐怖喔 嚇死人 手機竟然可以拍6400萬畫素的這個照片 好 然後 今天的這個開箱影片呢 就 先介紹 大致簡單的介紹一下他的外觀 然後之後我會拿這個全片幅的單眼相機 其實是這個索尼的A7R3 4400萬畫素的 4400萬畫素的 跟這個 6400萬畫素的這個 紅米Note 8 Pro 兩個來做一個比較 齁 看 到底是這個 Sony的4400萬畫素的這個全片幅的相機 拍出來的照片比較好 還是這個 手機 用手機拍出來的 6400萬畫素的相片 比較好 好 之後我會有一個 比較的影片 齁 給大家做一個評測 齁 那今天呢 開箱影片就先到這邊結束 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